我是这样子的,我是这点特别想,因为我觉得一旦过了三十五岁以后,我就顺其自然了 我在三十五岁之前,我还想去努力一点,去看尽量的留意合适的 这样子的话,我到五六岁就不会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去 就不会后悔这个选择 对,如果真的到三十五岁没有的话,我就这样了,就顺其自然了 其实我觉得婚姻,它也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开始,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比如说现在看到旅行,看到别人一家人,挺温馨挺有爱的 我觉得我现在,为什么我这两年很少去旅行呢? 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单身嘛,你去了哪里,人家都是 要不然两个人,要不然是一家人那样,但是你看到现在还是蛮羡慕的 其实感觉到自己有点孤单,是吧?孤独的 对,对 我现在是好,但是我觉得我,我不想我以后老了之后,一个人不符定定了 是 所以我要,我现在觉得要为我老,老了之后的一些情况来负责 现在这个社会,其实也还是蛮现实的 也不说,也不说人家女方,因为她们结婚也要对婚姻,婚姻那个什么,质量也有所保障嘛 所以她会看空一些,条件呢,经济状况 因为她们一定要想要顾及人,人家现在我家里那些最基本的,就是农村那些单身没结婚呢 因为我给她介绍,最低标配都是有个房子 在农村有个房子啊? 就是最低标算要在县城买房子 最低要在县城买房子 再说人家现在农村自己建的都有 还有财力吧 财力 像你们老家,男孩子娶老婆的话 一般要,就是女孩子,女孩子叫人的话 一般要多少财力啊? 其实这个没有定义的,我有的也没有给 大部分都要,你的老家是湖北汉川的吧 你们那边的女方一般需要多少财力啊?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家里那些要多少 不太清楚 因为可能不太像江西那边有个规定 我们那边是,有时候你条件好,可以给的就给的 要是没有的话也不会说要采你的 只要你有个房子就可以了 是吗? 对,我们那里没有说一定要多少采你 我听到了就是有的条件好几万呢 有的就给一个一万多买点那个茶酒啊 但是他们前里都是有房子的 就是要有房子,财力多少无所谓 对,不要都无所谓 对现在的行情你了解吗? 我只是听家里那些结婚的说 什么时候听说的? 比如说我他妹他们结婚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要了多少财力 就是我老家情况啊 但是我们那里没有那种财力盛行的那种说法 包括我家里,如果找对象也没有说一定要多少 只要说你找的合适了就行 就没有那种 没有这个要求 反正我们那个小地方就没有财力盛行的话 多少多少啊 那种 你怎么看待财力这个问题? 财力它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 你聘你吧 如果说如果说 就说你如果你有要求 人家已经有房了 搞不好还有压力房贷 如果你再去要财力的话 其实也没多大意义 其实最后还是要他们来还 对对 可能对于有的女士来说 嫁过去了怀孕了是吧 没有收入啊 就要个财力安全一点嘛 可能对我们来说 反正自己也会赚钱也有点积蓄 就不会太担心这个事情 在这个乡下 要去农村 甚至有的偏远农村 越穷的地方收的财力越高 对可能有的地方的文化就是在盛行的吧 不是文化是风俗吧 风俗 你觉得财力意味着什么? 财力意味着对方比较重视你 叔叔在他婚姻他会给你财力你 但是如果对方是有房贷那些 有压力的话 但是你可以看情况而定吧 是吧 对 但是财力你可以提稍微提 我更关键我就可以要一点 但是意思 整个过程因为你不要的话 就是 就感觉 你这样子 嫁过去了就觉得 对 就表示你要一点的话 他也同意愿意给我 可以看到男生对你的态度 这样子 嗯 那现在 嗯 大理女性也蛮多的 刚才说了在网上资料前是有 三千多万以上的这个大理女青年未婚的啊 你认为他们现在没结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嗯 可能是一些网上那些不好的负面行为有影响吧 比如说很多离婚了呀 家暴啊 可能导致那些 比较恐慌这些方面 还别一方面可能就是觉得还没有遇到 没有遇到合适的 你认为是不是他们的眼光要求比较高 太高了 所以找不到合适自己 应该是 应该是觉得 嗯 跟一个 跟自己一个平等人 没遇到吧 因为你想 他 大理女 就是A嘛 大理女生子 大理圣女嘛 都在城市里 他肯定找他的穿自己的些人嘛 他穿自己的优秀的那个 男士嘛 但是一般那个 优秀男士 应该找到女朋友了嘛 所以很难就是 这个平配罗呢 没有那么多自然 合适他了 因为优秀的男人 他宁愿找 比他 就是ABC嘛 优秀的男生是A嘛 他宁愿是B嘛 所以 都不太喜欢想A的嘛 对 女孩子找对象是往上看的 对 男孩子是往下看的 对 对吧 这个 所以女孩子条件越好 越难找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他们也许根本也不太想找 我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 自己条件又好啊 是吧 也没有什么过分担忧啊 所以他们有很多 就是愿意选择自己 找不到 一下子缘 找不到 就一个人过也蛮好的 那你怎么看待 不婚族 或 活定客族的 其实人生呢 人生呢 怎么选择都是个人的选择 只要他觉得 怎么选择自己 自己过自己活会就好了 你刚才说你的工作也挺忙的 做服装设计 嗯 做里面这一行的 这个圈里面 嗯 这种大灵未婚的多 也有啊 也有 以前有个设计是83年的 但我不知道现在结婚了没有 但是以前是我同事 但是 现在 偶偶很少跟他联系嘛 女孩子也有 女孩子也有 但是他们跟我一样也是蛮想结婚 就是没有遇到何事的 其实我觉得我 其实没有说要求 我是觉得要 要真诚靠谱的 就 就好了 就是 这也不是说要求不要求 这个 这个事情也不好讲 就是 就是觉得我要 我要跟他 我要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 他一定是保证是 是想认真跟我发展的 这才是 可以的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想来一个人 要是可以结婚的话 首先要 思想观点的聊聊一起 比如说 聊旅游也有话题 然后 聊些别的绿色也有话题 聊得很投入了 这样的婚姻才会 领满和谐 你相信一件事情吗 我相信的 相信的 嗯 我觉得一件事情 但是感觉的呢 但是我觉得以前遇到过 但是没有继续去追逐 嗯 但 很多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对 因为一件事情 有很多不确定性 嗯 但是你第一演员还是要有的吧 就是看着顺眼就行了 嗯 不要太扯 但是我就 我就看着顺眼来说 跟你聊的时候 突然了解很猥琐的问题 那我觉得 我觉得对外面就 就我以前 就有 我以前认识过一些 甚男的那些 大年男青年 你长得也一表云灾 他跟你讲的话好为所 什么叫为所的话 就是讲些很暧昧的那种话 就是一听他讲话 就觉得那种不正经 有嘴滑船 对对对 我不喜欢那种 对 生活中什么时候 你最开心 就是 就是 都是你喜欢的事情 就是最开心啊 嗯 什么事情是你最喜欢做的 嗯 就突然看 看了一本自己还蛮多出的书 就觉得 当此刻心情就还蛮愉悦的 你开心的时候表现是什么样子 表现也没有出过特明显 就心里 心里高兴就行了嘛 就 心里透着露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别人高兴得很嗨的那样子 对对对 嗯 就是你也不是那种很嗨的人 我不是那种很嗨的人 因为有时候公司去唱了 什么唱歌 他们就蹦了呢 跳了哈 我就跳不起来 他们拉着我去跳 把我拉起来跳舞 我还是嗨不起来 嗯 那生活中 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最沮丧的 嗯 就家里 我就家里吹风 我就 听到我妈妈感觉伤心难过的时候 就是很怕听到我妈 我家里的那种吹风嘛 就是 就是我妈妈就特别难过了 那种嘛 就是我还不成家了 那种为我担心 所以 我就比较沮丧一点 其实 其实我知道 其实我就想 我说 为什么我会让她这么难过 哦 你觉得 我也是我的原因 我为什么让她这么难过 让她为你操心 担心了 嗯 尤其是我过年回去 看她头发白了一点 我都想跟你是为我们操心操的 嗯 走这个自己的感觉到一点 但目前为止 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就是说 就走 就走的旅行 哦 就是去西藏是吧 以前 刚毕业工作几年 我想去云南嘛 嗯 我说想去就去 立马辞职就走了 公主也不管了 对不管了 哦 我觉得一切回来再说 哦 就是很疯狂了 嗯 与五年前相比 你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成熟 怎么怎么理解成熟的 就是 对以前 对一些看法吧 就比较 嗯 因为以前 跟年轻的时候 相当就是对一些很多看法 一些事情理解不太一样 嗯 你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 我觉得 五年前就是 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对我们 所以就希望我会以一种 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它 我觉得很好 不是以自我的角度去看待它 比如说这个社会的和谐 我觉得它 这个社会好与坏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会 一个好的心态去欣赏它 但是五年前 我就是以自我的一个 角度去看 我就 为什么我不属于 那时候不属于我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种成熟吧 还有其他变化 其他变化呀 嗯 当然是 可能是 长的 可能也有些变化了吧 嗯 长的变化 变漂亮了 是吧 也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三十多岁了嘛 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年轻 看着有那个 青春我发的那个感觉 我感觉自己老了 有一点吧 我觉得 你有去整过龙吗 没有我不太喜欢去那种整容 我觉得 没有意义 我觉得整容的目的是什么了 嗯 你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嗯 当然是想赶紧找个结婚对象 先成个家 成个家就好好的去投入嘛 嗯 所以我现在 为什么我以前 一直都不想去 什么消费那些 我就想 多工作嘛 多努力 你为你求结婚啊 什么就好做准备啊 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你对未来有信心吗 有啊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态 我的心态一直都挺好 我觉得我未来一直都很好 嗯 就算假设就算我 没有结婚了啊 我觉得我未来也不会太差 嗯 好的 但是就是怕啊 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 一会后悔 只要在我生活当中 我不会觉得我自己过得不好 好的 可以 那我祝愿你这个人生越来越好 好 谢谢